第20場賽事 第20場賽事 接下來是今天編號第20場賽事 鐵龍T拳男子組羽亮節賽事 首先介紹 藍棒角落身高168公分 年齡36歲 來自中華台北代表 Fight Station積極戰 以及TMMA台北格鬥運動館 許氏齊 接下來介紹 紅棒角落身高167公分 年齡35歲 來自中華台北代表翔龍總舞 運動訓練館 陳柏霞 創造裁判 張建凱 好的 這場踢拳賽事 主裁判是張建凱 張裁判 開始 好比賽開始 好 雙方來自不同技術背景 然後方選手是 這個 以閃打為主的技術 然後方選手來自降龍總舞 陳柏翔是以泰拳為主的 戰力技術 可以看到雙方 一上來 一上來就第一邊 然後互相招呼組合拳喔 提拳的這個拳腳的節奏非常非常快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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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個中斷梯友被接到隊的腿之後呢 來想摸槍 抓住機會 競撐 許世青 趁著這個分開的時候 再補一腳中斷梯友 雙方一個擺拳又再進入殘暴位置 不過兩者的這個西撞都沒有攻擊到 驅趕正中央 通常我們希望這個西撞 盡量是攻擊這個肋骨或是橫膈膜的位置 會造成比較大的傷害 不過因為近距離啊 沒辦法直接從下部西擊 不然很容易擊中到下當位置 是 紅方的選手呢 陳柏翔他是翔弓中央的選手 那他們的教練 王一天教練應該也算是泰拳的高手 沒錯 他在加拿大 去稱霸好幾屆的泰拳冠軍 近年來也慢慢的轉入這個八卦 這個就是中國武術的這個 領域裡面喔 也在練習一些中國武術 把它融入在他們的這個泰拳技術裡面 好 第一回合的想滿聲響 不到聲音要時間 後踢 領域鐵龍踢拳 藍自主雨量級的賽事 紅方是陳柏翔代表是香榮總舞 而藍方呢是許世晴代表是Fight Station 積極戰 TMMM台北格鬥館 對 其實已經不斷的用這個滴掃 複集的手距離 可能踢到下鋼喔 嗯 很短的一個上庭時間啦 看 這選手有沒有事情呢 裁判也上去關心 簡單做一個口頭的警告 比賽要繼續開始了 比賽要繼續開始了 閃打裡面啊 有非常多踢擊的技術 是 哇 非常的華麗 非常的華麗 距離的交火之中喔 嗯 讓陳柏翔有一點難用他的拳擊進攻 是 目前整個 現在打到位置看下來 感覺是誰比較佔優勢 許世晴代在這個得點得分啦 尤其是在踢擊 拿了很多的這個 呃 如果從 畫面上看到的和 Benson看到的 應該是 不一樣的感覺喔 那當然 呃 兩個人競爭激烈 但是把結果 如果交給裁判的話呢 常常會 非常不同的樣的結果 哇 陳柏翔剛剛很棒的 然後再接一個 脫腿重拳喔 把徐晴擊倒在地 那徐晴擊先一樣 保持著他的距離 他常靠著他的長腳 把這個陳柏翔 不許在外側 嗯 是 感覺是 試圖想要打一些反擊之類的 如果他現在主動進攻了 因為雙方的身材比例不同喔 許世晴明顯 腿部距離比較長喔 他也靠比較多的 這個下段的攻擊喔 嗯 沒錯喔 又再一次的抓到這個反擊下踢的位置 是的 想請問一下浩洋教練 就是如果 我是比較矮的選手的話呢 我要打比賽 遇到比較高的選手 我有什麼策略 對我來說是比較好的呢 那你就必須要 身材比較矮短這邊呢 必須要近身才能攻擊到 高段的選手 好的 回合結束 好的 最後一回合開始 那這場比賽呢 的紅方是 是陳柏祥 代表是翔龍總舞 那藍方是許世晴 代表是Fight Station 積極戰 TMMA 台北格鬥館 好 雖然這個啊 身高的比例呢 會造成一些 打擊上的差別 但是因為踢拳節奏是非常非常快的喔 很容易就進入精神戰 如果你要打點得分的 是 這時候相對比較矮的選手 反而會比較 有這個距離上的優勢喔 那拳腳比較短 比較容易施展出他的攻勢 但陳柏祥 必須先過這個許世晴 腿弓這一塊喔 對 所以他會很難近身 哇 哇 一個連枝 嗯 那對於陳柏祥 他跟他接到一直往後退的話呢 他距離一直取開來 會不會是比較 不利嗎 我認為這個陳柏祥必須要不退喔 不退才有辦法讓許世晴的腳出來 是 但是他一直往後拉開距離 反而會讓他一直 在攻擊範圍內 沒錯 沒錯 一個是非常甜蜜的攻擊範圍 沒錯 所以陳柏祥必須 要犧牲這個攻擊的距離喔 直接往前衝 喔 就像剛剛這樣嗎 沒錯沒錯沒錯 是的 因為看到如果真的太近的話呢 反而 藍方 許世晴他的腳 反而沒有辦法 很漂亮的踢中 陳柏祥 沒錯 但是 可以剛剛看到喔 陳柏祥只要一拉太距離 許世晴腿就往上飛了 又再一次囉 嗯 不過這次他抓得去更好了 哇 又是一個人上樓梯啊 那剛剛提到說 這個在甜蜜的攻擊範圍之內 這一腳應該就擊中了 哇 我哥剛剛陳柏祥抓住一個機會喔 抓住抓腿 又給他兩球正圈喔 現在許世晴不斷的想要逼近陳柏祥 剛剛一個one two kick 又擊中對手下肢 哇喔 陳柏祥剛剛連續的組合拳進攻喔 打得這個許世晴有點亂掉喔 是 這是剛剛特別提到的 繼續往前打西裝喔 哇 這一回合快了快了 只剩下一點時間 這回合就要結束 哇 陳柏祥利用這個裁判中斷的時間 又補了兩圈喔 再一次成本想要往前衝喔 哇 用一二手擺圈 好 時間到 這回合結束 宣判本場比賽結果 30比28 紅方勝 30比28 紅方勝 30比30平手 3號裁判 29比 29平手 因此加賽 一回合 所以這個是 提權特別的規定喔 就是第三回合結束以後 如果是平手的話呢 我們會加賽一回合 那中華格鬥雖然沒有呢 但是提權就有這樣的規則 所以呢 我們 來一起來觀賞 這一場 第四回合 也就是延長加賽的回合 阿翔加油 好 好 好 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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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去 做 好 陳柏翔這次 你非常快囉 是 一對開就是大家一個非常大的距離 哇 許世青還是一樣 五 中半中段踢級喔 哇 再一次 他剛剛在第三環的看到 似乎他陳柏向有抓到一些進軍攻擊的節奏 漂亮喔 直接重擊在對手下巴 看起來沒有造成太大的重擊 現在雙方都互相換第一邊腿喔 這次第四回合阿 所以我們第四回合就是要拚到敵人 因為決定就會在這第四回合做出決定 現在雙方直接往前走喔 其實很漂亮又再一次的離開的反擊中斷踢喔 再一次都被抓到了喔 再一次的陳柏翔抓到脫腿重拳的位置喔 如果你踢擊太密集阿 很容易被對手抓到小 是的 所以雖然踢拳裡面阿 並不能摔不過可以趁對方的重心 施衡給他打擊 看來這一回合還是一樣難分難以解阿 雙方互有來往阿 對 哇 閃得漂亮 閃過這個安兔組合喔 阿 再一次的夏淺又閃過了喔 不過再一個脫腿重拳 來哇 presentation 到minister哥這個謝忖 瑋瑜的禁聲關惜喔 很難看出有沒有中心 是 哇哦 大家都想要搶到這個最重心的分數喔 pump together 要10秒喔 這個10秒 就要結束這場賽事了 哇哦 這邊換一個大拳喔 陳柏翔換一個大大…右手擺拳 好啊我看起來還是很難分成血啦 所以四回合打完三回合的正常的賽制 再就像一回合的延長 現在呢裁判要做出最後的決定 所以這場比賽到底是誰會獲得勝利呢 四個回合之後 在延長加賽 10比9 紅方 10比9 藍方 10比9 1 2比1 分期判定獲得最後勝利的是 紅方陳華雄 好的恭喜我們的紅方 紅方代表的是 長榮中午的陳柏翔獲得了勝利 好 紅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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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